草存症虎山国小教育方针着重于品格力、学习力与未来力 学校也积极邀请不同国家的学生、艺术家等等 到校内分享不同国家的风俗民情与地理景观 邀请到两位法国的艺术家到学校来跟孩子分享他的艺术作品 还有分享他法国的文化、节庆、语言等等 对孩子的启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他们很高兴可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法国的文化 小朋友也很开心 而且小朋友也非常的开放 可以跟两位法国老师做一个很有默契的合作 在分享的过程中学生们认真的聆听 如此一来不仅能够提升学生们的国际观 也更能了解各国的文化差异 让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法国的特色还有艺术 希望下次还有更多的各国的老师可以来为我们介绍各国的产品 这次的交流可以让我们的视野开广 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国家的一些风貌 我觉得今天这些课程很有趣 而且还让我们有奖争的 让我们学到更多关于法国的文化 听了老师的一些讲解之后 我想要去法国那边就是看一些巴黎铁茶 或是吃他们的一些饮食 或是体验他们的文化或是活动 先议员检视生肯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更希望学生们能够认真学习 提升自己的能力也开拓自我的学习领域 全天邀请这两位 全天拐家跟我们学生认识 讲一些他们法国 他们国家的文化气息 所以说让这些学生人了解到法国这方面 让我们这些学生人能够认识更多的外国朋友 让他们增广建文 透过学校用心安排的课程 让学生们了解即使不能出国体验 也能够从分享的过程中 学习异国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性 拓展自己的学习领域 接着六线草存采访报道